演唱 李宗盛 歡迎收看 今天現場也是非常熱鬧的 是的 我們來了兩個團隊 那首先欢迎来自 景万岸菜市乐林活动中心的朋友 欢迎你们 欢迎 另外呢 我们要欢迎另外一个团体 那就是传西家庭服务中心的朋友 欢迎你们 上个星期呢 八面玲珑队跟千方百机队 完成了第三回合团战的对决 是 哇 精彩咯 对啊 方老师加三分之后 跟着刘星玲老师又加三分 是 那么结果呢 就八面玲珑队只以0.5分之差 赢了千方百机队 那我们的星玲老师呢 因为抱恙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出席我们的录影 是的 那我们马上就要展开的是 第三回合团战 第三场的比赛 这个比赛是越来越白热化 越紧张 更刺激 是 学员们为了这个团队的荣誉 简直是卯足了权力 那导师们也是势在必得 所以现在一起来欢迎他们 首先欢迎的是千方百机队的方中化导师 夏日赤胜队夏卫导师 杰出飞防队的林俊杰导师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三位严谨把关的评判门 资深歌唱导师 资深歌唱导师朱晓明 资深美底人 汪立真 资深歌唱导师 李明光 今天要来团战交锋的呢 是从来都没有一起呢 来对垒的 我们的夏日之声队 以及杰出飞凡队 那我们的主题呢 依然还是音乐无国界 上一回合落后的两支团队将在本回合进行对决 胜出的团队将夺得两颗荣誉之心 反之将获得一颗荣誉之心 四个回合的对决下来 累积最多荣誉之心的团队可全员晋级 荣誉之心数量排名第二的团队需淘汰两名团员 荣誉之心数量排名第三的团队则需淘汰三名团员 而荣誉之心最少的团队则得淘汰四名团员 好 我们的两位导师呢首次较亮 是 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有信心打倒对方呢 来夏慧老师 尽量有信心 因为我知道姐姐老师有三颗心了 当然我们是比较不占优势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全力以赴 看能不能扳回不少的成绩 夏慧老师 没有啊 旁边还有三分的加分权 这优势在这里 那姐姐老师你呢 有信心吗 今天我们就把每一个学员尽量把他们自己的强项 还有风格展现出来 作为他们的演唱会就是了 我们的策略呢就是要让评审好看到忘记打分 哇 这就是他的策略 有心机哦 高深莫测 那路死谁手要比过才知道 来夏慧老师 你派哪一位学员上阵 今天呢穿了一个印度装 我们的李月利 他唱的歌曲是《心里的火花》 我要派出很会演绎内心戏的美云带来这首《忘不了你》 李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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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小和很多印度同胞一起长大 深受他们的文化影响 为大家带来这首《心里的火花》 我对你永远是火烂烂烂 永远是火烂烂 只为你只为你我相见 忽然撒下了火一把 我的心坛已发出风话 笑我火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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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你只为你我相见 重要是说来是情话 我的心坛已成了变化 你也該讓我啦啦 如果有時真要心想 叫人撇不開放不下 只為你只為你我相見 總要訴說那支情話 我的心坦一起撩冰火 有時哈啦啦哈啦哈啦啦 我要對你問一句話 我會是真愛是假 我對你永遠是哭啦啦 你也該讓我啦啦 如果有時真有事假 叫人撇不開放不下 只為你只為你我相見 總要訴說那支情話 我的心坦一起撩冰火 有時哈啦啦哈啦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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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中總有一個人令你終生難忘 一起來欣賞賴美雲帶來這首 忘不了你 在我的心裡只有一個你 但是你卻對我說你要離我遠去 為何要離開我 為何你這樣輕 為何你這樣忍心 還怕我拋棄 為何你這樣忍心 還怕我拋棄 我不能失去你 我不能不爱你 不能没有在我的生命 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 但是你却对我说你要离我远去 为何你这样忍心想爱我 为何你这样忍心来把我抛弃 我的爱仍然不要离开我 世界上没有人来把你代替 我不能失去你 我不能不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在我的生命里 我的爱又一样不要离开我 世界上没有人来把你代替 我不能失去你 我不能不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在我的生命里 我知道你阅历啊 这个从小跟印度同胞一块长大 所以对印度的文化比较熟悉 所以这一次也选了一首印度翻译歌曲 是吧 对 我从小就跟印度有一个印度家庭一起长大 所以他们的文化我比较熟悉 然后我最棒就是主印度家里 真的啊 下一次带一锅来跟我们尝尝 可以啊 站在我旁边的美云姐 她今天唱歌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种风情了 所以你特别选唱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很喜欢这首歌 几年前有用这首歌想要拿去比赛 有练过了 所以就拿来试试看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评判老师的点评 首先呢 让我们来欢迎小明老师点评 阅历姐一上台 哇 你的打扮 穿着 已经就是有加分了 在演唱方面呢 我觉得选择这首歌是比较挑战的 因为印度的歌曲 它讲究很多的一些歌唱的技巧 尤其是转音 其实它有好几个音符在里边 但是呢 你在唱的时候 就会有稍微省略了一点点 我们是因为是用潘姐的 就是潘秀琼老师的那个音乐版 转音方面倒不是很多 那我们已经尽量了 让它有一点这个转音 还有一点点美中部族 就是刚一开始进歌的部分 因为它有一个和声 那个和声的地方 有一点没有抓到 第一段那个尾那边 我要接的时候 我是miss了班牌 因为它没有音乐是吗 就你进那个要很小心 美云姐你好 你好 这首歌呢 近拍就是在节奏方面 它是很有挑战的 其实它在主歌的部分 可以唱得稍微自由一点 你不需要说把那个拍子 唱得很准 就是很洒脱的一种感觉 但是不能一整首歌 都这么随性 有个别的字 我们还是要压着拍子去唱 比如说爱人的爱 还有不要离开的离字 这两个字给它压住 其他的地方 你稍微随性一点 其实它是 效果是好的 她投入感情的时候 她的自由拍就会比较重 好像改换了那一个旋律的 那个节奏感了 今天她的重音都很轻 所以有点浮过的感觉 美云就像刚才小明老师所说的 你的主歌 第一段第二段 对不起 我都觉得完全 完全把那个节奏的结构 支离破碎了 劝切了一点个人的魅力 有感情非常的丰富 而且有那个内敛的感觉 继续加油 谢谢 月丽姐 你在音律音准 还有就是那个情感的诠释 非常到位 我觉得那个火啦啦 都表现出来了 真的很好 妩媚 但是不会有那种妖艳的感觉 谢谢你的表演 谢谢 乐丽 唱那方面 是可能要稍微地再加强一点 尤其是在最后的那一段 你几乎你的气息 都好像都要用完了 就欠缺了那么一点点 美云 这首歌 你真的要驾驭她的话 就要真的是放到那个很自由的舒适度 但是你都没有舒适度 所以变成歌骑在你的头上 你不是骑在歌的头上 谢谢 加油 月丽 你唱歌没有力度 不过你跳舞真的很硬度 觉得你真的是有那个台型 不过就是欠缺练习跟唱歌的那个点 听来听去好像那个咖喱不够味 不过你的样子很好 然后美云 这首歌你唱出来就是淡淡这样 你还是带 所以我觉得选歌很重要 选一些你真的比较熟悉的歌 不是你喜欢的歌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月丽 谢谢你的表演 你今天真的是表现得很好 我蛮喜欢 你有解释过给我听说印度的那些 有关这个爱情的故事 所以我都讲说 好 你尽力把它唱好 你今天真的是不错 谢谢你 老师谢谢 谢谢老师 美云 今天我能这样说啦 如果那个歌我没有听过的话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人 我觉得是可以 那个歌声是有感动力的 可是当然大家对这首歌还是有点 在那个节拍上面 我们是有印象的时候 就会觉得可能哪些地方应该重 那下一次在台上的话就是 这样的这种投入 再跟那个歌曲音乐的那一个力度 配合 那就会很好了 好不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请三位评判嘉宾准备 小明老师 编号一恭喜月丽杰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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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真 编号一恭喜月丽 谢谢老师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PK的环节当中 夏日之声队已经胜出了 李明华老师 也是给编号一月丽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们第二位 到底要推出是哪一位学员呢 来对垒 那我们的夏会老师准备好了吗 这个呢 长得美丽动人 也是模特儿 李运怡 他为大家唱的歌曲是风中的承诺 姐姐老师 有没有模特儿啊 人家是模特儿 接下来最一个太自信满满 许亦凡带来神秘的可惜 对线不了的承诺就让它随风飘逝 李运怡要为大家带来这首耳熟能详的风中的承诺 起来自你 昨夜的云 净醒我沉睡中的梦 因别我之亏 愚蜗 в vra 南由 开始 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 满满缠路谁能告诉我 究竟会有多少错 何处是我最终的拘留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 今生今世享受 曾经在风中对我说 永远不离开我 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 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 为何一切倒了终究还是空 昨夜的雨 惊醒我沉睡中的梦 迷惑的心 插满着昨日的伤痛 冷冷的风 不再有往日的温柔 失去的爱 是否还能够再拥有 慢慢缠路谁能告诉我 究竟会有多少错 何处是我最终的拘留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 今生今世享受 曾经在风中对我说 永远不离开我 多少缠绵编织成了梦 多少爱恨刻画的镜头 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越战越勇的许亦凡 相信只有活在当下 才能把事情做好 不让自己因为错过而可惜 哭了吗 哭了吗 我想是风的关系 才让夏丽 催近眼里 好像在哭泣 也许你觉得可惜 忘了吧 也许你觉得可惜 也许你觉得可惜 趁着我还能记得你 再笑一个吧 还会快乐吗 还会快乐吗 其实我早已不在意 只是偶然与你相遇 一生注定与你 就猜不在意 就猜不起 醒来吧 就算爱你到底 我们谁也不属于谁的 只是苦了自己 忘了 那种感觉 幸福的奸心 还能支持你 无知 在 위ら 有没有 记得 甚至你 你覺得可惜 穿著我還能記得你 最小一個吧 還會快樂嗎 其實我早已不在意 只是偶然與你相遇 一生注定給你 就參不起 別醒來吧 就算愛你到底 我們誰也不屬於誰的 只是哭了自己 李韻怡選了這首李玉君的歌曲 是不是 那選他這首歌有什麼背後的意義嗎 應該三星的往事吧 有一段 有一段 是誰那麼眼睛貼的stem把你拋棄 可能他的stem寄去外國了 那個真的不是人了 心如刀割 那一凡間選唱這首歌可惜 是 不容易 怎麼會想到要挑戰這首歌呢 是老師幫我選的 你很乖哦 我喜歡挑戰 然後我也非常喜歡這個音樂 為什麼非常喜歡這個音樂呢 因為可以跳舞啊 所以這個階段 其實是兩位美女的PK 是 我汪立甄曾經說過 美是沒有加分的 音色美是有加分的 韻怡 我覺得你好像在打仗一樣 我還以為是很柔的 結果你是那種臉很不爽的那種樣子 不是不爽 是很善心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需要去做一些 臉部的調整 因為有的是我們的表情 讓別人誤會 我們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可能是沒有笑容吧 所以就感覺到好像 凶 因為已經在培養情緒 可能我不適合那種三星的吧 你的第一音觸有一點勉強 你可能有一點是用 喉部這邊的音域來唱 或者力道來唱 所以聽起來像喊歌 一凡 其實在黃金年華的舞台上 比較少聽到這一類的那個 genre的歌曲就是Basanova Basanova是很 很放鬆的 所以你有那個放鬆的那個氣質 不過第一段有一點點好像是水準 好 我們聲音輕的人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很重視清晰亮度 可是Basanova有的時候需要一點虛的那種 忘了吧 是 所以你的口腔要開大一點 然後讓氣出來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努力 好 謝謝老師 我先說韵語 老師好 這個風箏的承諾呢 他的歌詞前面 昨夜的雨 進行我沉睡中的夢 他是在 睡覺嗎 對不對 所以睡覺的聲音應該是有點啞啞的 有點暗暗的 所以我覺得 若能的話 你再稍微剪多一個key下來 我不可能再讓他這樣來 他的左壓不到 所以如果你再叫他剪key的話 完全是他的低音就是沒有更好的效果了 你在標高的時候 曾經在風中對我說 永遠不離開我 你撐不到 所以會說 曾經在雨中對我說 今生今世享受 曾經在風中對我說 永遠不離開我 一凡 老師好 剛剛在開始唱的時候 就是如麗珍所說的 就有一點點 不到位 是 尤其是高音那個部分 走樣了啦 一點啦 稍微一點 還有你們兩個的那個pronunciation 你在搖字方面 真的需要多加一點點 一直以來我唱我唱歌 雖然講華語不是說很好 可是在唱歌方面 我知道咬字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這次會犯這樣的錯 雲儀姐你好 老師好 你從一出場 整個的颱風是非常穩健的 非常好的一個畫面 謝謝 但是你開場的第一個字 想要讓他唱的不是那麼硬的話 可以一點點轉音 左 耶 因為你 你是直的 左 耶 所以有一點硬邦邦 那副歌的地方 我們要再壓 壓重一點那個重拍 曾經在雨中對我說 今生今世享受 這樣的他的律動感會更強 謝謝老師 亦凡姐 老師好 這首歌呢 突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詞 就是神秘感 那如果想要把這個神秘感 再更加做得多一點的話 也許我可以建議你 多一點氣音跟滑音 比如說 哭了嗎 我想 我想 他有一個 嘻的發音 是 我們剛好借助這個詞 給他多一點語氣聲在裡面 還有我剛才講的滑音 比如說 忘了吧 也許 你覺得可惜 是 可惜 是不是這樣更加 噩諾多姿意 是 其實因為你這一場 你有進步很多 謝謝老師 沒有出這麼多差錯 那我知道為什麼你的臉部表情會很緊張 像在打仗 我旁邊這個也在打仗 他一堂歌他就在那裡 哪有這麼誇張啦 只是捏住了 現在會很緊張 怕他激昂過多的話 有時候真的會失控 所以我說人格分裂症 還真是人格分裂症 一般也是 哇好像 我覺得你有很多自己的grooving 看你們兩個人唱歌是賞心悅目的 是 謝謝你們 謝謝老師 是有點緊張 因為我覺得唱得有力 唱得把那個情緒也做到了 所以我聽了是有蠻感動的 而且從你的學習當中 看到你今天不一樣的時候 我真的是感動到 我捏我自己的手 還好你們有安全距離 要然他是捏你 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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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學員們都進步不少 謝謝老師 這個亦凡也是 是啊 我覺得 在亦凡身上 其實我們在挑戰 蠻多 黃金舞台上沒有挑戰的東西 好像一些氣聲 要一些 有些時候反而是在台上不要緊張 不要用力 他的那種感覺才做出來的 所以 不錯啦 今天還做到一半 你有一半還可以做到那種 就讓人覺得他整個在台上鬆 鬆弛的感覺 繼續加油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看成績的時候了 請我們的三位評判老師準備 林瓜老師 一 二 三 編號四 恭喜一番 謝謝 小明老師 一 二 三 也是編號四 恭喜 好 也就是說在PK這個環節呢 結束非凡隊已經勝出了 好 汪麗珍 一 二 三 也是編號四 恭喜 謝謝老師 結束非凡隊 恭喜一番 也要謝謝兩位 謝謝 好 兵哥 那我們比賽到現在 就是一比一囉 是 下來至關重要 是 派誰上場 好 夏蕙老師要怎麼佈局呢 來看看他的學員名單 這位是 李雅嫣 為大家唱的是 分享寂寞和愛 最後一個 我們就是要收場教授的 開開心心一點 所以接下來美容帶來這首 失戀陣線聯盟 李雅嫣 回憶起小時候肝膀的生活 為大家帶來這首 印尼翻譯歌曲 分送寂寞和愛 讓你不明白 讓你不能猜 不是我不愛 我對你也不壞 對你也不改 原來總無奈 我心裡有寂寞 你卻知在你的愛 要我感覺 要我忍耐 不理會好與壞 我想 我想 把寂寞給愉快 我想 把春天找回來 分手我的寂寞和愛 好讓我 能瀟灑的離開 分手我的寂寞和愛 好讓我 能瀟灑的離開 讓你不明白 讓你不明白 讓你不能猜 不是我不愛 不是我不愛 我對你也不壞 對你也不改 原來總無奈 我心裡有寂寞 我心裡有寂寞 你卻知在意你的愛 要我感覺 要我忍耐 不理會好與壞 和我心裡有寂寞 我心裡有寂寞 你卻知在意 好让我能潇洒地离开 奔赏我的寂寞和爱 好让我能潇洒地离开 梁美容是曹萌的迷妹 这一次还要带来这首 《失恋阵线联盟》 她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 既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 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既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 且叫我别太早放弃她 把我去亲说成一段生活 让我笑皮是一样的傻 我们怎么在乎她 把全她进步抹杀 也疼她也伤心 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她怎么想 应该继续再找吧 还是说好全放掉吧 找一个承认试验的方法 让心心好好地放个家 当于我不小心 又想起她 就在一起 她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 既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 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既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 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 把我去亲说成一段生活 让我笑皮是一样的傻 我们怎么在乎她 把全她进步抹杀 越疼她越伤心 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她怎么想 应该继续再找吧 还是说好全放掉吧 永远得不到回答 找一个承认试验的方法 让心心好好地放个家 当于我不小心 又想起她 就在记忆里怀疑的场 这个李亚渊救的感觉是她还长不大 好像还是用小孩子脸的baby face 所以这首歌是不是你童年的回忆 是的 住在乡村小时候 很靠近马来甘榜 有时他们开这首歌 听到 有印象 有一点 感觉上你刚刚唱的时候 也把那个少女情怀 那种歌声都带进来了 对 她歌声还是很 稚气 你是没有被污染的 是 像我们旁边这个就失恋 失恋就代表是有经验的 是不是啊 今天翻译歌曲特别选唱这首歌 是非常轻快又唱又跳的喔 因为我这首是曹蒙的歌嘛 也是一首泰国歌曲 我也是很欣赏 曹蒙他们唱也是我的偶像 你的偶像的歌不容易唱 因为她的歌都是很轻快要跳舞 对啊 那你今天又要唱又要跳 会不会怕气不够 会 会啊 因为很久没有跳舞了 我看她摆pose多个跳 对 那两位今天表现如何 我们就来听听看 评审老师们怎么说 那我先来点评李亚烟嘛 你唱的时候觉得劝缺了一些 轻快那个感觉 有一点点拖着唱 我心里有寂寞 你觉知在你的爱 要我感觉 有点你在分送我的寂寞 那个部分啊 就可能你就越唱就越没有力了 所以可能这方面需要再加强一下 谢谢 那下来我来评梁美容 因为上次首歌应该 它是比较快一点点 可能节奏感方面 也是没有达到我想 因为视觉跟听觉 两个要并行嘛 所以你就有点点 跟它有点不搭这样子的感觉 可能就因为唱跟跳在一起 你会比较喘 所以可能就那气息方面不能掌控 所以你要先练舞呢 还是要练先练歌 应该是练歌 练歌 歌比较重要 先把歌练好了 你再来跳舞啊 这样比较大 好不好 加油 雅元姐 雅老师好 从你一出场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可爱 但是 以歌曲整体来讲的话 你有一点太开心了 我觉得你可以加上一点俏皮 稍微皱一点眉 因为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 表情发生了变化 你的声音的色彩 也会发生变化 其实夏慧老师有叫我俏皮一点 可是到了来表演又忘了 他的天真已经在他脸上做出来了 只是歌方面是可能弹性要再多一点 这一句 潇洒的离开 下一句呢 我们要把声音的位置 分享我的寂寞和爱 要把声音沉下来 这样子的话 它层次感会更好啊 好的 美容姐 我刚才看了你的表演呢 整个台风很稳健 而且我要补充的唯一一点 也是声音的位置 感觉有一点单调 只是往前丢 从头到尾少了一些变化 而且呢 你的表情在这首歌也可以丰富一点 比如说最后 酒在记忆里花一个茶 来一点点 也是俏皮一点 这个年龄俏皮是很难的 陈皮 皱皮是很多 好 麗珍老师 我先说一下雅渊 老师好 感觉上你是在歌曲方面需要还要再调 你唱歌的时候那个啄音很重 就是那个重的地方你又过重了 然后轻的地方你的那个舌头的弹跳度不够 所以感觉到这首歌的诠释呢 我觉得有点像是花生这样这样子 里面有一颗一颗的花生 就不是顺滑的感觉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揉一点那个气做够了 那个花生就会很smooth了 很容易涂对不对 好继续加油 谢谢 美容 老师你好 这首歌的编曲跟之前曹萌唱的那个版本不一样 你这个是加了比较多的元素 中间有samba 我就期待看你跳一跳嘛 可是没有了 我的感觉是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歌曲音乐管你samba什么 我照唱就是了 我们怎么在乎他 他牵他牵不过沙 越疼他 越伤心 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他怎么想 应该继续再吵吧 还是耍好钱忘了吧 所以我希望你在音乐的这个部分 多一点下功夫 多听一下别人怎么唱 多观察 希望两位继续进步好吗 好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他们唱轻快的歌都犯同样一个错就是 没有弹跳 你们拉得太长 你是 你是 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唱这些歌你要去设计一下 然后一些舞步要基本上有 美容其实我post的很好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咦 为什么是飞玉清版的 没有 没有弹跳 潘老师你真厉害哦 这个音乐是飞玉清版的 飞玉清版的是不是 哇 你一听就听出来了 老师说这首歌不可以当快歌唱 这是柔一点的 所以可能是太过紧张 变成到整个首歌好像很平啊 谢谢老师 为什么选飞玉清版的 因为原版的那个草蒙的那些音乐 它那个强劲度 老师说 真的在这个年纪 你要把它跳再唱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选的这一个呢 他唱华音 比较容易把那个歌完成 今天表现非常好 OK 谢谢 谢谢老师 他非常的认真 没讲一字 他就记下来 记下来 记下来 没有做出来也能用 所以有 他已经尽量做了 今天做这边 然后我讲这边的时候 他忘记昨天的这个 今天就这个 但是 雅言今天你真的做得很好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评判老师 对于你们两位 谁的表现 他们是比较钟爱一点的 明光老师 一 二 三 编号六 恭喜美容 谢谢老师 先拿下一票 来 王立真 一 二 三 也是美容 好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PK的环节呢 我们的杰出非凡队 已经胜出了 来 小明老师 一 二 三 谢谢老师 恭喜美容 也恭喜杰出非凡队 六位女学员各显身首 精彩演绎风格不一样的 翻译歌曲 哪一首才是你的最爱呢 好 马上呢 要为大家公布的是 第三回合团战第三场比赛的成绩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呢 两个团队里面 他们今天得分最高的 到底是哪一位学员 一起来看看大屏幕 夏日之声队最高分 李月丽79.8分 杰出非凡队 杰出非凡队 许一帆80.3分 比分相当接近 只有0.5分之差 现在就看 两个团队的总分多少了 是啊 是不是也是差0.5 还是有可能翻转局面呢 来 请看 看到是夏日之声队总分 232.8分 杰出非凡队总分 233分 赢0.2分 哇哦 好接近哦 0.2分之差 好的 所以我们要恭喜杰出非凡队总分 恭喜恭喜 因为我们都已经几乎是已经练到成型了 那么至于剩下的就是评审老师们的评分 当然我还是鼓励他们平常心 不要给刺激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表演这回事就是你反而不要去太在乎 旁人的眼光 把自己练习好 很有自信的把它表演出来 它就行了 还把女子 搬老婆的照片 什么都拿出来了 我觉得黄金舞台真的很好玩 你有点像张学友 还是我在做梦 太想念他 你最后那句是怎么样 没有这么严重啦 没有这么严重啦